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印象深刻的是和董璇姐的那一期 因为那一期我有个特殊的身份 我是卧底 收获了一群好朋友 是那种没心没肺的好朋友 董璇姐之间说过一句话 就是我们的工作是个熟练工种 所以时间越长会做得越好 又会找到其中的规律 但是其实有一些很青涩很稚嫩的东西 是没有办法找回来的 这些东西是很珍贵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把这份我在习星班 展现出来的青涩带走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